我現在要出一隻新角 官方就趕快弄得很強 這不是造神了嗎 你看現在隨便都出刀鋒寶貝 這怎麼玩都跟鬼一樣 喔大家都用 大家都買 今天叫娃娃來玩都比你好啊 他賺完這一波之後再把這隻角色學落 哈囉大家好我是盧哥 那我今天想跟各位稍微聊一下 關於傳說對決跟雞豆峽谷ROAM 這兩款遊戲他們兩個之間差別到底在哪邊 然後呢 各自的優點以及缺點是什麼 對因為畢竟這兩款遊戲我都有接觸嘛對不對 所以呢我今天就稍微 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個人的想法以及意見 對沒有代表任何立場 反正就是講講幹話嘛對不對 首先呢傳說對決 玩了總共7836場 拿了6次的S牌 對這款遊戲應該是說陪伴了我好多年的時光啊 我記得當時我是從信長吧 對那個魔獸爭霸裡面的信長 一直到電腦版的RO 接著轉傳說 傳說之後就一直打 一路打到現在 那我先講一下傳說對決的優點以及缺點好了 其實我覺得傳說對決這款遊戲啊 它的優點是節奏很快 就比如說你等個公車 說不定都可以打一把 等女朋友化妝的時候你也可以玩一場 對就是一款非常吃節奏 節奏很快的一款遊戲 它的操作容易 對新手很容易就上手了 我們先撇除那些觀念啊 就是操作來講的話 再來優點 優點 算了 我的優點就到這邊吧 缺點的部分啊 我覺得現在啊 傳說對決音樂畢竟出了非常非常多年了對不對 這個嚴格來講啊 傳說對決它也 漸漸的在走 下坡了 我簡單打個比喻 傳說對決正在紅的時候 你十個朋友 裡面可能有七個八個甚至九個都在玩傳說對決 你們可能去超商 有沒有買個飲料坐在外面 我就可以邊QK邊打傳說 我記得那個時候真的是 一個輝煌的歷史啊 那到了現在你身邊的朋友 可能只剩下一個兩個在玩傳說 它很明顯的人數 減少了很多 非常非常多 那對於一個正在走下坡的遊戲 它新進的玩家 絕對不會大於退遊的玩家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嗎 再加上官方吧 一隻角色他媽爛到底就是給你爛到底啊 爛到廢掉爛的跟屎一樣啊 我簡單講 媽的就是悟空啊 幹你看我他媽從玩悟空開始到現在 我玩了多久 悟空我玩了他媽2433場啊 他媽永遠都是T2T3的打野角啊 平衡性真的是 神扯 真的是扯到爆啊 你爛的角色他媽永遠爛到底 我現在要出一隻新角 我他媽官方就給他弄得很強 然後強到一個誇張的點 喔大家都用大家都買 然後他賺完這一波之後 再把這隻角色削弱 你要嘛出的太強啊爛的永遠都不改 儘管說之前法師大改版嘛 我忘記是一年前了嗎 還是多久之前 我問你 爛的法師是不是還是爛到底 不要說什麼農到後期啊 光角色一開始 卡莉 薇拉 然後那個什麼啊 假K少年街那一隻什麼 木家爵 有沒有 都他們強嗎 我不覺得真的強 你真的去以角色的體質 角色的技能去比較的話 真的是爛到吊渣啊 你同樣是中路T0 T1的去跟這一些 永遠出不了場的角色去做比較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差別到底在哪邊 當你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幹他媽的 像奎倫剛出的時候 真的那奎倫跟鬼一樣 只要出奎倫 你玩射手 你玩脆皮 你就等著吃屎啊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感覺 就奇怪 莫名其妙 這隻角色到底為什麼可以 雞巴成這樣 到底為什麼可以強成這樣 給人家感覺就是 幹他媽的 這隻角色誰玩都強啊對不對 還論操作嗎 不需要論操作啦 幹他媽的 今天叫娃娃來玩都比你好啊 好 其實講到戰尼爾 他其實也是一隻凱撒路的角色 你今天玩個夜叉你能不能屌打 絕對可以啊 你把他當智障來打 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真的是 有時候玩到會很走心啊 那大家喜歡玩的 一些比較 T2 T3以後的角色呢 他們的用處在哪裡 出來送的嗎 出來被霸凌的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不是很好的一個現象啊 那官方也沒有想著要改變 那既然沒有改變的話呢 玩家相對的就會流失嘛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官方其實很有腦袋啊 而且非常聰明 好 比如說 高峰剛改版 大家不是一直靠北 他媽的超爛 爛到吊渣 完全不會玩對不對 從原本技能刷新 變到後面可能變著暴擊流什麼的 改的一波太爛 大家玩不習慣 他要出一個新的造型 而且是貴到爆炸的 貴到那種 他媽的 你可以倾家蕩產 就為了買一個造型的 他又把他的那個護盾改成 物防模仿 統一的大護盾 這不是造神了嗎 對不對 你看現在隨便都出刀鋒寶貝 然後 這媽的 怎麼玩都跟鬼一樣 先給你大砍一波 好然後造型要出了 再給你拉強一波 對不對 永遠的套路 那 買單的是誰 各位觀眾 還有我 你既然願意花這個錢 那你也沒有必要去靠北官方什麼 但是 這個就是官方的做法嘛 我們能改變什麼 我們不能改變什麼 我們只能隨波逐流啊 那 真的承受不了 真的 不想接受這樣的遊戲環境 就只能退遊 所以 我說傳說對決 會走下坡 不是沒有原因的 也不要說什麼 幹他媽的每隻角色 只要你會玩 就一定夠強 我老實講一句話 儘管我悟空玩了兩千多場 真的叫我到了S牌 我要去拿星星叫我用悟空 我跟你講 我不要 我絕對不要 1比9開啊 你知道嗎 我本身玩悟空 我就會被霸凌啊 我還玩幹嘛 那 傳說對決的缺點就講到這邊啊 這些純粹我個人想法 如果有講錯什麼 或是講不對什麼 再請各位 多多指教 好啦各位 接下來呢 來討論我們的ROAM嘛 我玩的時間大概就是 從他台服剛上市的那一天開始玩 對我之前沒有跨服去玩別的伺服器啊 對等於說我玩的時間也沒有特別長 那我目前的段位呢是白金4 好啦 那我們現在先講一下ROAM他的缺點是什麼 像之前有說過的 你到了巔峰時段 他的訓套就會不穩 他伺服器是一個共用的伺服器 你就很像在賭博 你知道嗎 這一場媽的你的訓套是綠色的 幹你就可以秀操作 可是如果今天他媽的訓套就是給你紅色 那你也沒有辦法玩 但是呢 我最近在玩的時候發現這個 伺服器穩定度有好一些 目前來講我覺得就是角色太少啦 可是你要講到角色少 也不能這麼說 因為畢竟這遊戲剛開始嘛對不對 有些外國人非常雷啊 對 什麼給你雙射手的啦 雙打野的啦 雙法師的啦 雙AD的啦 各種好不好 他們完全不跟你討論了 想怎麼走就怎麼走 然後呢 這款遊戲 我們講一下他的優點好了 對於一個剛出的遊戲來講 我覺得這個動畫就非常漂亮 有沒有他動畫是非常流暢 而且你看這個 咻咻咻咻咻咻的 像那個金蟲有沒有 跑進 子宮那種感覺 雞豆峽谷呢 他比較偏向是一個 你需要動腦去玩的遊戲 你跟對方鬥智鬥勇之後的那個成就感 因為畢竟ROAM他的操作性要比傳說對決高非常多 他既要插眼 召喚師技能又有兩個 然後他的技能又有四個 然後對線你還要圍兵 就等於說你要注重的細節有非常多 我不知道ROAM他後面 能不能夠做起來 該怎麼樣成長 該怎麼樣進步 讓玩家更多 那傳說對決的話呢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是 官方自己造成的啦 對 這個怪不得別人 好啦 那今天的分析就大約到這邊結束啊 對 剛剛以上的言論呢 存屬我個人的想法好不好 如果你有什麼想要討論的 想要 發表意見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好不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我是盧哥 期待我的下一部影片啊 謝謝各位